Hello 球迷朋友们 我们接着带来第二场的一个欧洲冠军联赛的赛事 推荐布隆德比主场VS萨尔茨堡的比赛 双方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 萨尔茨堡先下一城 布隆德比作为丹麦的一只竞旅 不过他们此前已经连续很多个赛季 是没有获得过这个欧冠正赛的一个资格 本赛季能够重新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也是相当了得了 但是球队的近期表现还是比较糟糕的 目前九场比赛都是为能取得胜利 首回合更是处于电视之中 尽管回到自己熟悉的主场作战 但是想从萨尔茨堡这边是拿分的话 不大可能 我们再看一下萨尔茨堡这边 萨尔茨堡作为这个奥甲的霸主 也是欧冠的一个常客 近些年来我们已经多次在欧冠的正赛上 包括欧联杯的正赛是看到他的身影 球队的话也是更加出现了 出现了这个哈兰德 哈兰德等过打卡等几名这个超新星 都是来自于这个球队的 虽然说球队的如今的阵容变化比较大 自己的整体实力的话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众手都知道这个球队是比较崇尚于进攻的一个球队 踢法也是属于那种打开打合的 就是封线上的攻击实力并不俗 此回合 这个是首回合是拿下优势之后 此一刻场作战 个人还是倾向于拿下来 所以周上所述的话 由于这个双方的实力是存在这个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不能得比主场作战 对吧 球队的状态但是比较低迷啊 比较低迷 反观这个萨尔斯堡什么狂乎29脚打门啊 表现出自己强有力的一个进攻欲望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个人更加倾向于萨尔斯堡 再下一次推荐比分0比2 0比3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赛事比赛推荐分析的话 大家都会在我主页上看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可以进群跟大家一起互动聊球 咱们也会随机给大家赞送五大联赛的 各个球队的正品球衣送给大家